千刀卡来 千刀戏 万刀卡来 万刀飞 任剧魂 刀枪不入 眼看屠夫刀要刺向自己 黄飞鸿顺势屈身 先是接连两脚踹飞白莲教徒 随后使出一招旋风踢 将上前的几个教徒踢倒在地 接着他脚踩屠夫刀 向众人提出 要见白莲教主九宫真人 我要见你们教主 传言白莲教有神功铺体 可以刀枪不入 水火不轻 他们便以此招纳百姓入教 在利用同胞的爱国之情 主张扶清灭羊 大肆破坏羊人地界 还将羊人的物件尽数烧毁 可如此厉害的教主 怎会轻易出现 白莲弟子护主兴妾 一起上前对战黄飞鸿 他们高喊神功铺体的口号 却也被对方打得东倒西歪 见教主仍未出面 黄飞鸿一跃跳上神坛 将气砸乱 众教徒见此情景 再次一拥而上 黄飞鸿则用雨伞抵抗 然而直到雨伞被打断 众人依旧不顾死活地上前进攻 此时一旁的革命者 陆浩东持枪上前 劝诫众人不要再执迷不误 却没想到 他此番言论 却反被说成妖言惑众 陆浩东一怒之下 称谁在上前便对谁开枪 这让众人一时不敢上前 岂料这是一个小女孩走出人群 继续教唆众人 众教徒闻听此言 再次充满力量 纷纷向黄飞鸿二人冲来 看着眼前的同胞如此行径 两人心中尽是无奈 可白连教的影响远不止如此 现在整个广州的百姓 无论年纪大小 也都在信奉白连教 就在几天前 黄飞鸿为参加国际医学会议 带着十三姨和阿宽来到省城 谁知他们刚下马车 穿着洋气的十三姨 就被百姓认作是洋鬼子 还被几个小孩泼了一碗狗血 此时一个百姓传来消息 白连教在电报局门口举行开谈仪式 百姓闻听此言 都纷纷赶去祭拜 十三姨应从未见过这样的仪式 便想用相机记录下来 不料相机的闪光引起众人的注意 白连教日月卦掌见十三姨一身洋装 还会放电 认为他是洋妖 于是当即叫众人将他抓住 幸好黄飞鸿及时出现 一个飞踢救下十三姨 卦掌得知来者是黄飞鸿 命令手下一骑上前 然而仅仅几招 手下就被打得不敢上前 卦掌见状 只好扔出迷药 黄飞鸿顺势用扇子遮挡 可后面的十三姨却不幸中招 晕倒在地 黄飞鸿怒不可恶 上前连出几脚 将一众白连弟子打得落荒而逃 第二天 黄飞鸿带着阿宽参加国际医学会议 向众人讲解中医的经脉和学位 可在座的洋人听不懂汉语 双方意识鸡同鸭脚 此时孙文主动起身 帮忙做黄飞鸿的翻译 然而就算有他翻译 洋人还是不太理解中医的学位理论 因为在西方医学中 这叫做神经系统 随即一个洋人上前 用锤子轻敲阿宽的膝盖 给众人掩饰神经的膝跳反应 黄飞鸿健壮 拿出几根针灸 扎在阿宽的灵气血和外观血 再次让洋人敲击膝盖 我不欺然 阿宽的腿没有任何反应 这让洋人很是佩服中医的学位理论 然而就在此时 一支火箭突然射中洋人 随之大批的火箭袭来 顿时就让屋内的医者死伤惨受 火箭来是凶猛 幸好在黄飞鸿的掩护下 几人及时逃脱 到了晚上 白联教徒依旧在袭击电报局 因为此处是朝廷联系外界的关键机关 提督大人奈兰元树命令手下 全力保护电报局 恰巧此时香港传来两封集电 称有人在香港纠和朝上会党私运军火到广州 密谋造反 领头之人便是孙文 总督大人得知此事 当即下令让奈兰元树抓捕孙文 第二天一早 黄飞鸿三人准备离开省城 不料在途中听说 白联教火烧铜文馆 因为馆中有很多学习阳文的学生 三人随即赶往铜文馆查看情况 可此处已经遍地残尸 到处都是白联教的鲁剑 索性有一群学生躲过一劫 三人见此情景 将他们带回了客栈 然而客栈老板怕引来杀身之祸 下跪请求黄飞鸿 将学生送至别处 黄飞鸿健壮 不再为难老板 决定将学生一一送回家 其料这些学生都是外地人 万般无奈之下 黄飞鸿只能带他们流落街头 然而祸不担心 其中一个学生重伤昏迷 于是黄飞鸿决定找当地衙门寻求帮助 此时衙门院内 纳兰元树正在练舞 他听说黄飞鸿前来 因为知道对方是五名高手 他当即向其踢出一根长棍 接着持棍上前 双方展开一阵切磋 只见奈兰元树的四门棍法棍是凶猛 身法领导 动作刚进有力 其讲究身械协调一致 一气棍完整统一 力达棍端 而黄飞鸿此时无心比武 只是一味的防守 却不料奈兰元树抹出一棍 将黄飞鸿手中的长棍击断 大人 眼看对方没有停手之意 黄飞鸿只好主动进攻 奈兰元树察局出木桩的异常 于是停手上前 与黄飞鸿交谈起来 他得知对方是为同文馆的学生而来 便出言婉拒 他声称此时的衙门也不安全 如若白莲叫来袭 他们也是分身法术 黄飞鸿闻听此言 只好离开 在他走后 几个官兵闲谈刚刚两人的切磋 他们认为黄飞鸿的少林棍法马马虎 却不料一个官兵上前查看 他只是轻轻一碰 看似完整个木桩便断裂开来 这也正是黄飞鸿棍法精湛存在 可当黄飞鸿回来找十三一等于时 他们已不见了踪影 黄飞鸿焦急万尊 他当即抓住一个路人询问 就在此时 阿宽及时出现 原来十三一早就带着学生们 躲进了领事馆 随后黄飞鸿和阿宽来到此处 然而领事馆守卫森严 再加上语言不同 双方起了争执 关键时刻 陆浩东出面制止 他得知黄飞鸿救了同文馆的学生 便向守卫解释原委后 带着黄飞鸿二人进到领事馆 然而没过多久 突然一群洋商和家属涌进屋内 他们也是受白莲叫骚扰 只能来此处避难 眼看很多伤者急需医治 黄飞鸿主动请命 却遭到了参赞的拒绝 因为他只相信西医 就在此时 黄飞鸿看到人群中的孙文 当即上前打招呼 正巧陆浩东也在一旁 黄飞鸿这才得知 他们两人是革命兄弟 随后孙文为伤者医治 因为麻药不够 他请黄飞鸿用针灸之术 帮忙麻醉伤者 自己则用西方医术给伤者医治 很快手术取得成功 这让参赞大威震惊 上前与黄飞鸿握手表示感谢 此时突然一支火箭射了 随之一阵枪炮声 白莲叫袭击领事过 这让屋内顿时乱作一团 为了继续进行革命计划 孙文和陆浩东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之后再到码头会合 随后黄飞鸿送孙文来到门口 然而大门已经被白莲叫堵得水泄不脱 正在两人商议如何离开时 纳兰元树带领一众官兵打道 阻止白莲叫闹事 孙文则趁机从一旁离开 随后纳兰元树进入馆内 想要搜查领事馆 抓捕孙文及其同党 不料此事参赞出面阻止 称此处是英国的地界 朝廷无权搜查 虽然纳兰元树看见 孙文的同党陆浩东就在此处 可他面对英方势力 也只好离开 命令手下坦断电线杆 阻断领事馆与外界的联络 纳兰元树见自己无法对抗英国人 便萌生了一个想法 暂时与白莲叫合作 到了夜晚 官兵假意保护领事馆 实则开枪吸引英国守卫 好让白莲教徒进入馆内 他们先将英国士兵斩杀 接着再对陆浩东下手 正在拉弓之时 十三一正巧出来 发现白莲叫的行径 陆浩东接连两枪 引得黄飞鸿赶来 不料白莲教徒埋伏在楼梯之下 幸好黄飞鸿及时躲过 他凭借矫剑的伸手 几招就反将白莲教徒斩杀 就在此时 又有几个白莲教徒有机 他们升起白马 所到之处死伤坎撞 黄飞鸿见状当即出手 他一跃踢下马上的教徒 随后其上马被抄起大刀 将身后的白莲教徒斩杀 其他几人见黄飞鸿如此厉害 转身便要逃走 却被阿宽及时拦下 此时馆外的内蓝元树剑里面 没了动静 才带着一众官兵冲进馆内 二话不说将几个白莲教徒带走 却没想到 官兵刚到门口 就将几个白莲教徒释放 而这一幕刚巧被参赞发现 他当即质问奈兰元树 却被对方一下扭断脖子 随后奈兰元树如愿以偿地搜查领事馆 为了保护陆浩东 黄飞鸿设计众人杨庄 兵分三路逃出识管 他先让十三一半成领事馆的翻译官 给孙文通风报信 接着他又让阿宽假扮陆浩东 拧开官兵 最后让陆浩东投包纱布 假扮成阿宽跟着自己 我要指导方龙铲除白莲教 黄飞鸿主动请应 前往朝天关消灭白莲教主九宫真人 然而在一众教徒的阻拦下 黄飞鸿没能见到九宫真人的真容 于是他改变策略 突然一阵大笑 随后在神坛之上耍了一套刀 真无大帝在此 避子九宫速埋拜见 黄飞鸿见众人如此信奉白莲教 便想用迷信打败迷信 他假扮成九宫真人的师父 声称要将自己的精神点燃 以此威胁九宫真人 将其引出 我不其然 九宫真人应声赶来 他信以为真 邀请黄飞鸿上谈一回 然而上谈前 还要与两位护法交手一番 可两人合力不是黄飞鸿的对手 只见黄飞鸿踩着护法的脑袋 届时跳上法坛 虽然一众教徒能力不足 但九宫真人似乎实力不弱 静一时间和黄飞鸿打的欺负相当 几招下来 法坛已经变得残破不堪 九宫真人应声上谈 却不料此时的法坛已经支撑不住 直接散架在地 众弟子健壮 当即甩出围部护驾 接下九宫真人 随后两人又展开一阵激烈的对决 几十个回合之后 黄飞鸿抓住对方破绽 一招佛山无影角将其踹飞 然而这次弟子没能及时接住 我不是什么真武大帝 我是黄飞鸿 九宫真人闻言怒不可用 于是再度上前 使出一招白莲开花 手中的浮尘立即出现一把短刀 幸好黄飞鸿反应迅速 还反将对方踢入火坛 九宫真人立即起身 高喊神明庇佑 再次出手 却还是被黄飞鸿一脚踢飞 一旁的陆浩东剑转 怒火中烧 他拿起手枪对九宫真人连开几枪 却没想到 对方竟毫发无伤 就在九宫真人要对陆浩东出手之时 黄飞鸿上前阻人 一招秦拿术 将其送上了西天 随之一块铁板掉落 原来 所谓刀枪不入的神功 便是这块铁板 众教徒见教主被杀 顿时信念崩塌 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白莲教已除 随后黄飞鸿两人与阿宽会合 为了不让更多革命人士暴露 陆浩东决定在离开广东之前 将革命人士名册销火 眼看去往香港的船 还有三十分钟 几人赶紧来到咸侠栏 不料此时官兵到此搜查 陆浩东不慎中枪 他为了掩护黄飞鸿二人 又挺身接下树枚子弹 临死之前 他嘱托黄飞鸿 定要将名册烧毁 随后他将革命信物交给对方 让他到码头亲手交给孙文 就在此时几个官兵闯入 黄飞鸿当即出手 接着他踢出一根长棍 却被内蓝元术顺势接下 黄飞鸿我们要见面了 我很想知道 你接得了多少我的四门棍房 黄飞鸿闻听奈兰元术词一 拿起一旁的长棍扔向对方 却被对方躲过的同时 折断了长棍 黄飞鸿见状只好暂时躲避 一跃跳上高架 此时奈兰元术见阿宽手中哪有名册 便想上前抢拨 不料却被黄飞鸿一根长棍拦下 接着两人展开一场棍子对决 奈兰元术一时落余下风 于是他也想攀上高架 结果被黄飞鸿直接一棍送至高处 黄飞鸿顺势跳下高架 两人换了进攻位置 可在黄飞鸿少林棍法的攻势下 纳兰元术只能一味夺审 就在这时 陆浩东重伤死去 黄飞鸿见状 顿时心中悲痛万分 纳兰元术瞅准时机 先是将高架上的豆子打散 接着持棍一跃而下 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 双方都是招招凶猛 啃下死手 没过多久 就打得高架坍坍 因为还要与孙文会合 黄飞鸿便趁机逃出 却不慎走到一个死胡同 而后路也被奈兰元术堵住 眼见时间所剩无几 黄飞鸿决定速战速决 他依然上前 却被对方的布棍打得只能夺审 布棍威力之大 竟将土墙打出一个洞 一旁的阿宽顺势 再引诱奈兰元术击打洞 接着黄飞鸿使出一棍 将墙面砸出一个大洞 正当阿宽想要逃走时 纳兰元术诱出一棍 将阿宽打得口吐鲜血 黄飞鸿健壮 一脚按住布棍 随后一招无影角 踢得对方连连后退 纳兰元术接下一招后 甩出布棍缠住黄飞鸿 随后用力猛拉 致使黄飞鸿手中的竹棍碎裂 黄飞鸿健壮 顺势用断竹撕破布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划破对方勃梗 纳兰元术拔下竹片 随之一条血痕出现 就这样 一代棍法高手就此落幕 等黄飞鸿二人赶到码头 船已经起航 他奋力将信物扔出 孙文展开一看 那是一面代表着自由平等的旗帜 虽然此次行动失败 但革命的脚步仍未终止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